我們科普點科技主要是在我們是代理商 所以我們代理各個國家主要的一個不錯的產品 回來介紹給我們各個工具機產業使用 那我們很快的領域包含有工具機產業 腳踏車產業然後還有電子產業 各個方面的有關於電機械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部分都可以應用得到 這部分的話就是屬於我們在工具機產業上 它可以做工件糧測跟刀長糧測 我們代理的是一個海克斯康的品牌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關於機械的防震角 那防震角的話它就可以讓你的機械的穩定性更好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那個三面骨柱的軸承 它是一種高負載的一個產品 那會用在也是用在工具機的一個第四軸的部分上 那這個防塵護蓋的話 它就是為了要遮蔽機械的油啊髒污啊 跑到機械的一個主要的核心裡面去 我們需要有一個防塵護蓋來使用 然後把它保護住這樣子 再來就是有關於我們就是工具機現在 大家很在意的PM2.5的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油物回收機當你在切削的話 你要使用油物回收機可以保護你的員工啊 還是工廠還是整個環境的一個比較 讓你的空氣可以更乾淨一點 再來就是屬於 再來就是屬於我們的安全威力 那現在因為我們在強調工業4.0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有很多機械手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保護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有那種固定式的柵欄把它保護住 讓你不要人可以靠近去傷害到員工這樣子 再來我們有那種線性模組 這也是在強調在工業4.0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門型的機械手 或者是第七軸的部分在使用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話 這個是屬於就是 我們也是在處理空氣的部分 這個是屬於PASCA 那這個是屬於就是說 我們像剛才是有油物回收機 它是主要在處理油物 那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屬於乾式切削的部分 那這個是主要在做乾式切削的一個處理 我們主要的話 我們是屬於代理商 所以我們主要是就是 進來國內讓工具機或者是業者使用 他們在外銷到各個國家去這樣子 他的同胞 passwords 就可以了很新喜歡 這樣的話 請多多再 share 那你耶 我們比賽